来 同学们 咱们开始 微分的应用 先说第一个部分 洛比达法格 它解决的是这种问题 就是如果我问0除以0等于什么 当然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仅仅是两个数字的话 比如仅仅就是让你算0除以0 你确实不能算 还是算不了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这种0除以0请的未定式 可以为计算呢 这种情况 比如说 这种情况下 大家来看这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分别是x平方减1和负x平方加1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fx除以gx 这是我要求的东西 那么如果当x等于0的时候 当x等于0的时候会等于多少呢 fx当x等于0的时候 fx等于负1 gx等于0的时候 1 对吧 它最后等于负1 这个是x等于0 那么比如说x等于2的时候 2的时候分子是3 分母是 负3 对吧 所以还等于负1 那么问题在于当x等于1 或者x等于负1的时候 就是x等于正负1的时候 当x等于1或者x等于负1的时候 咱们就说x等于1的时候 怎么办 如果你直接带进去算的话 分子是0 直接把1带到分母 分母也是0 这就是0除以0了 那对不起 如果直接计算的话 其实你把1带进去是不能算的 那么你想算这种问题 就是想算这种情况 这种是两个函数 在某一点上 两个函数做出法 除出了一个0除以0的未定式 数学上就可以计算 它用的办法叫做诺比达法则 当然诺比达法则是有前提的 这个两个函数在这一点上 极限必须同时存在 而且都是0 你才可以算 对吧 否则如果极限有1点不是0 比如说分母不是0 分子是0 那无所谓了 你正常除就可以 0除一个东西等于0 就是诺比达法则应用的要求是 第一个在这一点的领域内 极限并且存在 极限必须是存在的 并且在这一点上 它的极限得是0 就是分子分母的极限得是0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这样的未定式 0除以0的未定式 那么0除以0的未定式 怎么去算呢 算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现在fx除以gx 不好算 你就分别对分子和分母进行求导 然后你要算的是导数的出法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情况明显满足 诺比达法则的要求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函数的出法 就等于他们两个导数做出法 公式里会加一个极限符号 那个极限符号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去管它 因为正常情况下 你能用诺比达法则 你那个极限符号根本就不用去理它 我们自己算的时候就知道 只要这个地方能用诺比达法则 你判断出它可以用 你就直接算这个函数的出法 不好算 你就分别对分子分母求导 让导数做出法就可以 那么我们分别对分子和分母进行求导 上一个导数是谁 是2x 这是分子的导数 对吧 分母的导数呢 分母的导数 4x OK 这是导数 然后你再把我刚才要求的这一点 这一点是x等于1 带到你求完了这个导数 做出法的这个式子中 现在这个式子你带进去是2 x等于1的时候是2除以-2 还等于-1对吧 所以这个点上 这两个函数做出法的时候 仍然等于-1 虽然你直接算是0除以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学手段 把它做成导数相除 你先把两个导数 分子分母的导数求出来 然后再把你要求那一点的 x的取值带进去 也就是带进这个式子里 算出的那个值 就是原来我们要算的那个 0除以0的未定式的取值 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要算的是 比如说我们直接看回来吧 如果我们要算的是正无穷 就是无穷除以无穷这种情况 效果是一样的 首先你要判断一下它能不能用 你要判断一下它是不是两个极限 都存在并且都是正乎 都是无穷 如果是的话 OK你就对分子分母同时求导 然后你把那个数字 你把你要求的那个x0带进去 看看这个导数相除等于多少 就可以了 这是两行最简单的未定式 一个叫0除以0 一个叫正 一个叫无穷除以无穷 都是这么做 另外还有这样几个 还有这样几个 特殊一点的未定式 它们仍然可以用 洛比达法则来解决 它们的解决方法 我们直接往后看 这个是解决办法 是通过一些数学的转换 把这些我们想算的东西 转成我们刚刚所讲过的 0除以0型未定式来进行计算 转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拿其中一个来举例子 只讲一个例子 1的正无穷次方 这样的一个未定式 这个未定式你要直接想的话 你说1的正无穷次方 就是1乘以1乘以1乘以1 它真的应该等于1吗 你正常情况下一堆1乘起来 应该等于1吧 但是对不起 很多时候它并不能等于1的 它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未定式 我们要用洛比达法则去处理 如果你判断说它OK 可以处理的话 那么你需要做两步转换 第一步转换 第一步转换取对数 第一步转换是取对数 比如说现在是1 Y等于1的正无穷次方 你对等号两边分别取对数 那么等式右边变成什么呢 等式右边 这个次方向是可以提到 这个LON的就是对数符号左边的 对吧 咱们昨天讲的是 LON A的X次方 LON X是可以提到LON符号左边的 所以你这个正无穷符号就可以提数来 就变成正无穷乘以LON1 LON1是多少 是0 是吗 E的零次方是1 对吧 所以LON1是0 来 就是变成了正无穷乘以0 变成了这个位定式 变成了现在这个位定式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对其中的某一个 就是你现在这个乘号 对左边和对右边 任何一个地方 再取个倒数 比如说我们对左边这个地方取倒数 这边取了倒数 就是正无穷分之一 对吧 然后呢 上面再乘以一个0 再乘以一个0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写错了 写错了 别看我这个 别看我这个 这个 正无穷乘以0 会变成这样 你把它变成这样一个形式 0除以正无穷分之一 比如说2除以2分之一 你最后 你乘上来不就还是变成2乘以2吗 所以你通过这个形式 你把正无穷乘以0 变成0除以正无穷分之一 它是一个等价的变换 0除以正无穷分之一 正无穷分之一等于多少 等于0 它就又变成了一个0除以0型的位定式 来 就又变成了一个0除以0型的位定式 就变成了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 我们都会的 骆比达法则可以应用的地方 再说一遍 如果你碰到了这个1的正无穷四方 你就要做两步 第一步 等式左右两边同时取对数 这样你可以把这个正无穷四方 挪到对数符号外面 然后后面剩 那个Long1就会剩个0 然后第二步 正无穷乘以0 变成0除以正无穷分之一 这个时候 它正无穷分之一等于0 它就又转化成了0除以0型位定式 直接对分子分母 就现在的 你转化完以后的那个分子分母 分别求导 然后让导 你把那个X0带进去 看看导数相除等于多少 就是我们最早算出来的这个 我们需要我们计算的那个 最早的未定式的 最后的得数 这就是洛比达法则 洛比达法则我们讲怎么用 我们不去讲洛比达法则的证明 就是我们不去证明 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用 这个我们不用去管它 我们只需要知道 以后我们碰上这种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去解决 同时这张图告诉了我们 如果我们碰到的是其他一些 未定式 比如说0除以0 你仍然是通过这两个转换 或者是无穷减无穷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转换 最后变出我们最开始讲的 0除以0型未定式 这就是洛比达法则 它这样用就可以 好 那么这是微分的第一个应用 洛比达法则 处理一些未定式的问题 微分的第二个应用 可能也是对于我们来说 微分最主要的一个应用 就是求极值的问题 咱们刚才已经看到了费马定理 费马定理告诉我们的是 如果函数在这一点上 取到了极值点 并且这一点极限存在 那么 对对不起 这一点导数存在 那么这一点 它的导数必定为0 必定为0 比如说 这个区间之内 在这一点上 如果极值 如果它是个极值点 OK 现在确实是极值点 极下值点 并且这一点上是有导数的 它有导数 那么这一点上的导数 一定等于0 因为这一点上 它的切线是水平的 这是用导数 帮我们求函数的极值 那么极值 也分极大值 对不起 也分极大值和极小值 比如这个区间内 比如这个区间内 这一点是极大值 这一点是极小值 也分极大值和极小值 这个是咱们要看一下的 这个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定义 我们回去看一下就可以 那么 求极大值和极小值 就是你 如果我要是求这个 这个极值点的话 第一步 你是先求出导数来 定导数为0 就OK 第二步 你需要判断一下 它是极大值 还是极小值 第二步是你需要判断一下 你现在求出来的这个点 这个注点 它是极大值 还是极小值 我们一般把这种 类似于这种管 这种这种点 这种地方 称为注点 我们要判断一下 我们求出来的这个地方 是极大值 还是极小值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嗯 我们给了两个函数 上面这个函数 我要求它的 我们现在给了这个函数 当然这个函数 如果直接让我们同学们求极致点的话 这个你画出函数图像 自己看也都能看出来 假设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函数的图像 我们要求这个函数的 要求这个函数的极值 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首先对这个函数求一阶导 求完一阶导以后 这个函数的一阶导数 就是下面这个函数 对吧 然后另一阶导等于0 因为费码定理告诉我们了 如果这一点上 它的导数存在的话 导数存在我才能求出这个 这个导函数来 所以既然你都能求出这个东西来了 那这一点上肯定 在这个区间内 它的那个导数肯定得是存在的 那么既然存在 我们只要令这个导数为0 它就是这个 它就应该 它就有可能是这个 极大值或极小值点 对吧 当然我们后面要验一下 后面会说你要验一下 因为我们说过 你正着说是可以的 它是极值点 它导数一定是0 但是你不能反推回去 我们现在就先反推回去 我们认为这个是这个导数为0 那它就有可能是我的极值点 我们只是后面再验一下 它确实是极值 就可以了 我们先令导数为0 那我现在解除这个x 这个x就一个解 就是它x肯定等于0 对吧 所以我们说x等于0 它一定是一个注点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再验一下 首先要第一个要验的事情是 它是不是极值点 极值点这个验法 你可以通过后面的二阶导来验 也可以通过图像来验 我们后面讲到二阶导的时候 我们会说具体你怎么去验 它是不是极值点 而不是拐点 我们会说这是第一个 你先验一下它是不是极值点 然后如果确实是 比如说你通过图像就想出来的 它确实是极值点 然后你怎么看它是极大值 还是极小值呢 是这样看的 在x等于0 就这一点 x等于x0 如果它的右边 如果这个函数的右边 它的一阶导是正的 如果它的左边 一阶导是负的 它是极小值点 也就是说 如果它的导数 它的导数是 左边是负的 右边是正的 它是极小值点 如果我们把它调过来 如果我们把它调过来 现在在x等于0 这个点的左边 这个左边的 这条斜线的 这条斜线在左边的 这个区域 它一定全是正的 右边一定全是负的 那么在x等于0的左边 就这个现在的情况 就是左正 右负 函数在这一点上 一定是极大值点 这个是帮助我们判断 我现在先让导数为0 先求出导数为0了 找到了 这是我的注点 这是一个注点 就是这是一个这种 凸起来的点 然后我再判断一下 我现在找到的这一点 是极大值 还是极小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 在这个x等于x0 它的左右两边 是极大值 还是正的 还是负的 来判断 如果左正右负 是极大值 如果左负右正 是极小值 那么如果左正右正呢 如果左正右正 和左负右负 就是它没有正负之分的话 那么它就不是 极大值极小值点 来看一个例子 是不是 是不是 在x等于0的这一点 在x等于0的这一点 这一点上原函数 在x等于0是 它的斜率仍然是0 因为它是一条水平线 但是我们看它的一阶导数 它的一阶导数 左边也是正的 对吧 都是大于0的 右边还是正的 这些数也都是大于0 所以这一点 虽然它的导数是0 没错 它的导数是0 但是它并不是极致点 它并不是极致点 所以我们讲义里的 这张图告诉我们的 就是如何通过 你的球的一阶导 左右两边的情况 来判断这一点是极大值点 还是极小值点 或干脆就不是极致点 这个 以上讲到的是判断极致点的 第一个办法 就是通过左右来判断 那么我们看一个例子 现在我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现在说 我现在要找出它的极大值 还是它的极大值点和极小值点 就是分别找出它的极致点 OK 那么怎么找 第一步 对它求导 第一步求导 然后对它求导以后 这是它的导数 就是对它求导 这是它的导数 对它求导 然后你把这方程解开 就是令这个方程等于0 令这个方程等于0 令这个方程等于0 然后你把这个方程解开 那么就是三倍的x加1 乘以x减3 那么x等于负1或者正3 那么也就是说 在x1 x等于这两个取值的时候 函数会达到注点 就是达到那个尖的地方 会达到注点 然后我们下一步要判断一下 在这两个点上 这两个点 哪个是极大值点 哪个是极小值点 或者干脆不是极小值点 那么我们要判断一下 怎么判断呢 我们先看x等于 x等于负1的左边的情况 x等于负1 x等于负1左边的时候 就是这个是一个抛物线 这是一个导数 这个函数是一个抛物线 所以它左边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判断出来了 对不起 导数是正的 然后在负1和3之间 导数是负的 然后在3以外 导数是正的 你先都分别判断一下 看看它的导数 在这个两个区间之外 和中间 具体导数是正的还是负的 然后如果是先正后负 应该是什么点来的 先正后负 来 极大值点 先负后正 极小值点 所以实际上这个函数 这原函数 原函数 原函数的图像 长这个样子 左边的这个是先 先正后负 所以是极大值点 右边是先负后正 所以是极小值点 这是我们判断极值的 第一个办法 判断极值的第二个办法 就是判断是极大值还是极小值的第二个办法 是用二阶导数来判断 复习一下什么叫二阶导数来的 一阶导数描述的是原函数的变化率 二阶导数描述的就是一阶导数的变化率 对吧 我们现在是用二阶导数来判断 原函数我们找到的那个注点 是极大值点还是极小值点 那么判断的时候 非常简单 我现在马上要讲的这个东西 应该会有同学有疑问 听我完全讲完 你再说你的问题 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同学们 你这么记 这样我们还是拿这个例子来看 拿刚才这个例子 能不能直接取消 还是这个焊数 然后我们同样是要对他们两个来 我要找一下 这个原函数的极致点 那么第一步我先求了一阶导 等于这儿了 另一阶导为零 解除了X等于零 是极致点 第二步 我再对一阶导求二阶导 也就是对他求的 对他求的 求的结果是F撇撇 等于1 对吧 F撇撇等于1 1是大于零的 所以二阶导大于零 二阶导大于 二阶导大于零就是二阶导为正 二阶导为正 函数可以取到极小值 原函数是突函数 我们再说一遍 开个什么七十本说 二阶导为正 原函数 怎么说呢 原函数为 在这一点上为极小值 二阶导为正 原函数是突函数 如果二阶导为负呢 如果二阶导为负 那就是反过来 我应该说取到极大值吧 大家明白就行了 应该说取到极大值 原函数是凹函数 原函数是凹函数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刚才二阶导是 F++等于一 二阶导大于零 所以原函数有极小值 原函数 原函数 是突函数 原函数是突函数 如果你看的是老一点的咱们的微积分教材的话 就是至少我本科手是这样 这个凹凸性应该和我现在写的是反着的 老的微积分教材至少第四版以前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说肯定应该会有同学会有这个问题 对我就等着这个问题呢 没错 如果你看咱们现在考研的微积分教材 因为有的学校现在定的那个考研的微积分教材 不用咱们统计出的那版了 就是统计出的那种绿皮的老的教材的话 应该跟我现在写出来的这个 这个正负 对不对 这个凹凸是反的 咱们大学的微积分教材里写的是二阶导为正 原函数是凹函数 二阶导为负原函数是凸函数 就这个凹凸是反着写的 但是如果有同学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验一下那个 比如说叫什么 网易公开课 网易上有公开课 网易公开课里面有一个MIT 就是麻省理工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讲的微积分 你去看一下 你会发现那个里面的课程 他讲的凹凸性和我写的是一样 就是我现在写出来的凹凸性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个东西是源于上世纪冷战时期的 那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那个意识对抗 西方一直它的教材里 是写的我写出来的这本凹凸性 我现在写的凹凸性是西方教材里一直是这么写 东方的教材 或者说共产主义阵营里的教材 是按照苏联的写的 苏联原来不对抗吗 他们连凹凸性都对抗 就是你说这是凹凸数 不我就说它是凸凸数 然后就对抗出了一些比较让人头疼的问题 但是现实确实是这样的 我刚出国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就和导师 我跟导师说 我说导师你说错了 导师说我肯定没说错 吵啊吵就翻书吧 结果拿书书一看 呦还真是convex 就是突喊说 convex还真是convex 就第一个 然后后来我去了解一下 我才发现 就是东西方的教材 凹凸性是反的 没什么好办法 真的没什么好办法 你去看有些中国人写的论文 他也会把这个地方给你写反 然后你看着有点懵 确实没什么好办法 我们唯一能解决的就是 你自己去验一下这篇论文里 或者这个模型里 它的二阶岛 你不就知道了 它到底是极大值还是极小值吗 就是你验一下 二阶岛为正为负位 反正前面是不会变的 前面不会变 二阶岛为正 一定会取到极小值 前面不会变 至于这个凹凸性 你起的这个名字 有可能不同的教材 会有不同的说法 我个人 这是徐老师个人的建议 建议大家记我写的 为什么呢 现在数据分析行业 做的好的数据分析模型 目前还是欧美的科学家们 做的比较好 所以你看到的大部分 绝大部分论文里 如果你发现凹凸性的话 应该是我写的这个凹凸性 也没办法 这个没什么好办法 就是大家知道就行 所以我个人推荐大家背 背我写的这个 就是二阶岛为正 原函数字凸函数 有兴趣的同学去验一下 那个网易公开课里 有那个MIT的那个公开课 他也是这么说的 就那个教授也这么讲 在MIT也这么讲 这个属于一个数学界的一个小段子 没办法 那么来看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有一个原函数 这个原函数 我现在要找它的极大值和极小值点 找它的极大值和极小值点 那么首先第一步 对函数求导 这就是对函数求导 得到了这个导函数 然后令导函数为0 解出x 现在解除x等于负4和x等于2 也就是说当x等于负4和x等于2的时候 函数肯定是存在 函数达到了极值点 至于是不是达到的极大值还是极小值点呢 我们不知道 于是我们就再验一下二阶导 来对一阶导再求一次导数 得到了我们二阶导的导函数 然后把负4和2 分别带入二阶导的导函数 当我们带入负4的时候 等于负18 小于0 函数取到极大值 也就是说现在函数是凹函数 按我刚才的说法是凹函数 你要是去考研你另说 这个我没在中国考过研 我不敢说 考研考场上另说 但是按我们刚才的说法 这是凹函数 如果二阶导大于0 就是你把2带进去 等于18大于0 那么函数取到极小值 于是它是凸函数 好 这就完成了 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寻找 那么这个函数 其实它的图形长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弯曲的曲线 图像长这个样子 这是求导 可能对于我们以后 做数据分析来说 最主要的一个应用 找极大值还是极小值 我们以后经常会碰到 这样的问题 等一下 那你等一会再看 我们经常以后会碰到 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我们确实 你合出了一个模型 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你可以画出一个图像来 比如说你现在 你合出的模型是 我们举个例子 来 搞计量经济学的 应该会很熟悉这个模型 或者说如果你学经济学的话 应该会很熟悉这个模型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企业的产出 然后经济学家告诉我们 企业的产出满足以下公式 企业的产出外 等于科技 科技 资本的一减二次方 这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 我们就姑且认为它是对的吧 虽然现在这个方程被很多人质疑 我们姑且认为它是对的 那么这个方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可以已经估计出了这个阿尔法 比如说这个阿尔法是二分之三 不是不是是三分之二 这边的阿尔法就是这边的一减阿尔法就是三分之一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得到一个方程 是这样的一个方程 科技产出等于科技乘以劳动力投入的三分之二次方 再乘以资本投入的三分之一次方 你真的搞出了这样一个数学模型 就是实际上你搞数学模型的时候 这个式子不是我们数据分析师搞出来的 这是科学家搞出来的 然后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干什么 你真的估算出了你这个企业所在行业的 这个阿尔法值 这个系数被你给估算出来了 好 你把这个式子拿给了你的老板 老板问你 那你跟我说一下 咱们明年企业招多少人合适 老板问你的是明年咱们企业招多少人合适 什么意思呢 对求极值 招多少人合适的意思就是 老板当然是希望我企业能赚到最多的钱 对吧 我企业怎么赚钱呢 企业收入越多就是我赚钱越多 这个式子是收入等于科技 就是你这个行业企业的技术水平 科技乘以劳动力的投入 就是你雇了多少人 花钱你得雇人嘛 劳动力的投入乘以 你这个行业的技术水平 资本的投入 资本投入指的是你建厂房 你买个什么技术等等的 你研发个什么产品 这是资本投入 这都算 或者说你收购什么东西 这是资本投入 老板问的就是 我企业 你说我要雇多少人 我企业的收入达到最大呢 也就是说老板问的是 你这个位置数L 取到哪个值的时候 就是问L等于多少的时候 这个劳动力投入等于多少的时候 你这个1 达到了最大值 老板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现在就会做了 你说你这个问题怎么做呢 你先对它整个求导 一届导令 求偏导 求偏导 先对我们的这个L求偏导 求导数 然后令导数等于零 把L解出来 然后你再算一下 然后你再算一下 这个二阶导 你看看是极大值还是极小值 就好 就可以这样做了 这个实际上你都不用验 我告诉你 它一定是极大值 你实际上你就做完 我现在写的这一步 就是你真的等你把这 这什么情况 等你真的把这个模型 估出来以后 你就直接上直接对 老板如果问你 我明年应该招多少人合适 你就直接对这个 老板要问你的这个 求个导 令导数为零 解除那个L 解除位置数 我们就可以告诉老板 老板您明年雇这么多人 在劳动力 或者说你在劳动力上 投入这么多 就OK了 就可以了 这是以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真正应用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找及值的时候的场景 这个是找及值点 然后呢 刚才咱们讲到了二阶导 刚才咱们讲到用二阶导 去验我函数是 极大值还是极小值 我们说了 当二阶导小于零的时候 取到极大值点 当二阶导大于零的时候 取到极小值点 那么当二阶导等于零呢 如果二阶导出现等于零的情况 就是底下这个情况 如果二阶导等于零的情况呢 如果二阶导等于零 在这个函数里面 其实就是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那么二阶导等于零 是什么情况 二阶导等于零 是这个情况 就是研究函数凹凸性的问题 注意啊 我现在要写出来的凹凸性 都和我们教材上的那个凹凸性 有可能是反着的 是欧美人说的凹凸性 那么凹函数就是这种东西 欧美人管制 那个不是 对不起 凸函数 凸函数就是这种东西 或者说 原来我自己死背的时候 我就背的是这种凸向原点的东西 叫凸函数 然后这种凹向原点的东西 叫凹函数 其实说实话 我自己背的 我自己都不太信 你就这么记吧 你就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左边叫凸函数 右边叫凹函数 我是这么背的 然后呢 我们研究的是函数的凹凸性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 当二阶岛 就刚才 刚才我们写的 二阶岛大于0的时候 函数是凸的 二阶岛小于0的时候 函数是凹的 那么 当二阶岛等于0的时候 这个 当二阶岛等于0的时候 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呢 是函数凹凸性交换的地方 底下这个部分 左边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如果你把它延伸下去 是长这样的图形 这是一个凹函数 上半部分 如果你把它延伸出去 是这样一个图形 这是一个凸函数 所以说 当二阶岛等于0的时候 这一点 这个点代表的是 它凹凸性的拐点 就是这个点 肯定是一边是凹函数 一边是凸函数 所以二阶岛等于0 可以帮助我们验 这个凹数凹凸性的变化 可以帮助我们验凹凸性的变化 我们知道这个就行 凹凸性变化 我们不看立体了 大家知道 二阶岛等于0 可以帮我们验什么就可以 同时我要说明一下是 二阶岛等于0 可以验凹凸性的存在条件 是三阶岛必须存在 否则你不能这么去验 你三阶岛得存在 存在就像三阶岛等于多少 无所谓 三阶岛必须是存在的 你可以用二阶岛等于0 来判断函数凹凸性的拐点 来判断函数凹凸性的拐点 这是凹凸性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这个例题我们过掉就行 大家知道二阶岛等于0 是凹凸性拐点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其实这个例题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一个例题 来同学们做一下这道例题 做一下这道题 不许往后翻 后面是答案 后面那页是答案 不许看 做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请大家一定动手做 因为这道题到以后工作中 你真的会被业务部门问到的 你作为数据分析师 你会被问到的 好 同学们做完了吧 来 来讲一下这道题 现在问的是 每批生产多少台才能使利润最短 我们以后看到类似问题的时候 问的是使什么最大 你就首先要找到这个东西的函数 你必须先找到这个东西的函数 你不能找一个别的东西求一个极值 那就不对了 你先找到利润的函数 利润等于什么呢 等于收入减成本 这个很容易能理解 所以我们先找到一个利润的函数 这个利润函数是收入 减去成本 好 收入函数是这个东西 减去成本函数 那么收入减成本 最后你减完 你把它整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这个 就可以得到我们现在 屏幕上看到的 这是我们的利润函数 利润的函数就有了 然后我们对利润函数求导 来找极值点 先求一阶导 求完一阶导等于这个 好 然后呢 然后我们令这个导数等于0 令导函数等于0 从而解除X 解除X X等于250台 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是极大值点还是极小值点 极大值当然就OK了 极小值麻烦了 你生产250台 企业利润最低 老板不揍你 所以我们还得验一下这个点 这个取到X等于250的时候 是极大值还是极小值 那么我们就验一下二阶导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一阶导 再求一次导函数 这个导数就等于0.4的0.02 然后我们发现它小于0 小于0函数有极大值 于是也就是说当X等于250台的时候 或者说生产250台 使我们的利润函数达到了最大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250台是最好的 你就可以报告给前方的生产部门了 我们从数据上来说 建议你生产250台会使利润最大 这个讲的这个东西 实际我们以后在工作中 这一部分非常简单 你口算有可能你以后都能口算出来 难点在哪 你把这两个函数给估算出来 你怎么知道这个X前面是10是0.01呢 对你建模型我们主要的问题 就是我对于我们数据分析师来说 主要难点在于你把这两个函数估算出来 就是把这两个前面这两个模型估算出来 如果你这两个模型真的估算准确的话 你的模型就可以为企业解决这样的 判断利润最大呀 判断应该投入多少生产啊 这种问题 当然由于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来说 通常按照经验来说 这模型是你做的 老板也问你我应该生产多少台 所以我们也得会底下的计算 计算非常简单 就是以后我们如果看到类似的问题 如果有人问你 当我们应该让X等于多少 比如生产多少台 雇多少人 投入多少资本 花多少钱 可以使利润最大 可以使我们收益最大 可以使我们什么皮肤最光亮等等的 这种最大 求最大化的问题 最小化的问题 比如说有可能问你 老板问你 我们雇多少人 是我们的总成本最小 你现在实际上也是找极致问题 跟这个题子似乎是一样 只不过你到最底下这个地方 你要看的一定是那个二级导大约零了 对吧 你要找他那个极小值点了 所以我们有可能看到的是取极大值 就是只要是取极大值和极小值的相关问题 都可以考虑通过求导 令导数为零来尝试解决相关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就这个思路 在数学里放到的那个部分叫做线性规划 企业里会有一个职位叫做经济师 这个职位的人 他们是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的 是需要掌握相关知识 当然对于现在很多IT企业来说 他并不会设置一个岗位叫什么首席经济学家 对吧 一般的IT企业不会设置 所以类似于这种经济师解决的问题 会放到我们数据分析师头上来解决 让我们来解决 就是这种思路来解决 同学们如果对这个方面有兴趣的话 去看那个教材叫做线性规划 你看这个教材 他会给你详细的讲述 碰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优化问题 这种什么应该投入多少资本的这种问题 应该怎样去解决 那么以上 咱们讲完了 微分应用的第二部分 求集值 再强调一遍 今天晚上复习的时候 你什么都别管 先复习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怎么求导 就那几个求导公式你背一遍 第二个你就把刚才的那个例题 你再过一遍 求集值这个思路非常的重要 请同学们一定要掌握好 然后我从现在开始在讲的东西 你有兴趣 你要是不想听的话 直接睡觉就可以 因为后面的东西并不常用 但是我也得讲 对吧 咱们别遗漏知识点 忍着恶心 咱们最好还是听一听 多少都会有好处 好 那么现在就是微分的第三个部分 叫做泰勒忠之定理 泰勒忠之定理本身属于极数的一部分 属于无穷极数的一部分 但是它和导数有着莫大的联系 所以我把它们先提出来给大家讲一下 讲一下泰勒忠之定理 泰勒忠之定理是这个意思 泰勒忠之定理本身是作为函数的拟合用的 就是我想算一个函数 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个函数的函数形式应该写什么样子 比如说以后我们拿到的一个数据 我们拿到一个数据 然后我画一个三点图 比如你拿以赛要画一个三点图 你发现那个三点图 长了一些很奇怪的样子 然后你发现你要是用一条直线去串 不太好串 然后你发现你现在用这种曲线去串还行 可是你说这个曲线它的函数形式是什么 你要建数圈模型 你得把函数形式找出来 哪怕你近似的找出来也OK 我现在画出的这个函数形式 你要用一条直线去串 好像真的不太行 我要把这个函数形式找出来 你就可以考虑使用泰勒中置定理去找 泰勒中置定理 我们先看它的应用过程是这个样子的 泰勒中置定理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现在要找到的那个函数形式 就是我现在拿到的数据形式 是紫色图像 当然现在这次的图像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不是y等于sinx吗 这是很简单的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举例子 实际以后我们可能看到一些 复杂的函数形式 我们不知道它的解析师是什么 我们想拟合出这个函数形式了 那么怎么拟合呢 泰勒中置定理一般情况下 是先画出一条斜线了 先画出一条y等于x这样一条斜线 然后慢慢掰弯这条斜线 来拟合出整个的这个函数的图像 这是应用泰勒中置定理一般的思路 那么我们看一下怎么应用 我要拟合的是这个紫色 我先有一个y等于x了 是这条线 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想象到 至少在我现在画出的这个很窄的区间内 基本上y等于x是已经基本拟合出了 y等于x对吧 它其实在这个小区间内 它已经基本拟合出了 出了这个区间就不行了 那么我们就在y等于x后面加个东西 加了一个y减去三的阶层 分成x三次方 叛号是阶层啊 这个时候 y等于x减去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画出来的图像 就是这条蓝色的图像 我们会发现 至少在现在这个相对比 刚才大一点的区间内 它基本上已经拟合出了 我们要的这个y等于3x的函数 外面区间 区间外面还不行 没关系 我们继续往后拼 我们再拼一个这个 我们再拼一个加上5的介乘 分成x五次方 然后它画出的图像 是这条绿色的图像 我们发现 它在一个更大的区间内 已经拟合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拼 再拼个7次项 就是红色的这条线 又往外扩大了一点 我们再拼 我们再拼到11次项 我们发现在这个区间之内 它都已经几乎拟合出了 y等于3x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以后来说 很可能我们以后关心的 如果这个是我x 比如说x是我的这个什么收入的话 可能我几乎只关心主要人群的情况 实际上我两边的这个部分 两边的这部分不是我关心的 其实我并不管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拟合出 我关心的这一段函数图像的解析式 就足够了 我们现在就拟合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拼出来的 这是我们拼出来的 对吧 假设我们不知道y等于3x 然后我们先写一个y等于x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拼 就是用加减号 然后再拼上项 拼上各项 那个公式 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就是泰勒中之定理那个公式 用那个公式去拼 你就自己尝试去拼 你最终能拼出 只要你能拼出满足你要求的 这一段函数的图像就足够了 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开始建立了 泰勒中之定理主要是干这个事情 就是在以后我们的工作中 是拼函数用的 另外他还可以做一些 证明的问题 计算的问题等等的 泰勒中之定理可以做很多的工作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泰勒中之定理是怎么用的 这是公式 这是公式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 首先我要找到一个 我现在想拼的是fx 刚才那个例子 我现在想拼的就是这个y等于sinx 我现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sinx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sinx 现在我不知道 我想拼这么一个函数 我首先要确定的是 这个函数 这个段 就我想拼的这一段 中间有一个点 我能找到这个点 并且这个点附近 所有地方都是可导的 首先我要满足这个条件 你不能说我能是找到一个点 结果我发现这个点附近 有一堆的第二类间断点 那不行 那你泰勒中之定理不能用 我们首先要确定 我现在看到了我的这个函数图像 这个y等于sinx这个函数图像 我能在这个函数图像 我想要的这个区间之内 首先我能找到一个中点 比如说我就找到 x等于0这一点 并且我要确定 在这一点附近 也就是说到这个区间两端点之间 所有地方都得是可导的 才可以应用泰勒中之定理 如果这个中间有出现第二类间断点了 那不能用 那么这是如果满足了以上我们说的条件 我们就直接可以套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套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 第一项是f 就是fx那个解析式 然后你把那个x0那个值你带进去 比如说刚才我们取到那个中间那个点 就是y等于就是x等于0那个值 你把你0给带进去 然后第二项是对你那个解析式求导 这是一阶导数 然后x减去x0 x你不知道多少 没关系你就放一样x 后边减x0刚才就是减0 然后你继续往下拼 继续往下拼 就可以了 这是拼的时候的做法 我们现在 这个拼的这个 我说一下 这就拼这个 拼这个函数图像的这件事情 不在我们的这个讲义里 我是告诉大家可以这么用 我们现在带大家 对不起 先犯嘴了 带大家看另一个 这个泰勒中置定理的应用 然后我们回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看一下函数怎么拼就可以 我们现在看一下泰勒中置定理 就这个公式的另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是我们要证明一个东西 是昨天讲的那个 自然对数的底数 E是干什么用的 就这个东西 那个E E是干什么用的 E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昨天说了 它是一个约等于2.7的常数 对吧 在商业领域中 它表示增长率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为什么它能表示增长率 用这个泰勒公式来看一下 对对不起 泰勒公式有一个地方没讲 如果你一直拼一直拼 就像刚才咱们那个例子 你一直加各种更高次的像进去 刚才咱们加到了11次像 你一直把更高次的像都加进去 加到最后 你确实可以几乎完美的拟合出了 我们想拟合的那个函数 但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拟合 最终差了一个很小的误差 很小的误差在这里 加上一个很小的误差项 这个误差项叫做余项 这个余项表示的是 你已经扩展到无限次方了 无穷大的次方 然后你最终差的很小的 那一点点东西 这是一个无穷小量 差了一个很小的无穷小量 然后这个余项 作为数据 作为我们做数据分析 做统计学的人来说 是直接忽视的 因为它是个无穷小量 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用去管 这个无穷小量到底差了几 我就知道它非常小 不用去管它 当然对于数学家来说 数学家来说 他要关心这个无穷小量 这个余项到底是什么 那是数学家的问题 有句玩笑话 如果你念的是一个数学博士的话 你就找到一个新的 无穷 新的这个余项的函数形式 你博士就毕业了 就找这个余项的形式 就这么难 那么我们现在 回头我头来 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这个自然对数 抵数E 它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想这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手里有一块钱 你现在手里有一块钱 你去存到银行 然后银行告诉你 我们年利率是百分之百 银行挺好 我们年利率百分之百 你说你明年会得到多少钱呢 你看本金是一块钱 对吧 一块钱要乘以利率 就是我明年可以得到的钱 那么利率是多少 利率是一加上 不一加上利率 利率是百分之百 就还是一对吧 一加一 两块钱 对吧 你明年可以得到两块钱 那么问题在于 如果不是按年季期呢 你的银行是按月季期 是按月季期 那也就是一个利滚利的情况 对吧 一个利滚利的情况 本金还是一块钱 你有一块钱 第一个月季期的时候 一加上 一除以十二 对没错 年利率是一 那么每个月的利息 就是十二分之一 这是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得到的这么多钱 就是十二分之十三块钱 然后 这个是我现在的本金了 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要继续往后乘 对吧 第二个月 它的利息还是 每个月的利息 都是十二分之一 对吧 你应该会一直乘下去 乘十二次 也就是十二次方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当你按月季期的时候 你的利息就会变成了 一加上十二分之一 的十二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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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如果是 如果是按照 比如说按照周期期 一年有五十四周 五十二周 如果每周期一次息 五十二分之 加上五十二分之一 的五十二次方 对吧 如果按天计息呢 三百六十五 应该是三百六 中国的银行计息是 每年按三百六十天算 换句话说 银行黑了你五天的利息 是真的啊 银行 中国的 中国的银行业计息 每年它按三百六十天算 如果你存的是 一年的定期 就是它每年就按三百六十天算 但如果你存的是按天计 就是你一天存一次 一天存一次 它没办法 只能给你按三百六十五天计 因为它一天给你 做一次结析嘛 你可能呢 如果利息相同的话 你可能能把那五天的利息给赚了 好 这个是一个 有意思的小知识 那么 如果你 如果你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都在计息呢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都在计息呢 好 这不能是三百六十五了 三百六十五是按天计息 你要按分钟计息 应该是好多好多 我也不知道多少分钟了 我意思是每分每秒都在计息 比如说如果按秒计息 一年可能有几十万秒 那就是几十万分之一的几十万次方 如果我每 如果我每一个时间点 就是连续的一直计息下去 你这个地方应该是 我可以记无穷多次利息 对吧 然后后边这边还是无穷四方 它等于什么了 它等于一加上 一除以正无穷是零 也就是一的正无穷四方 来 这是个不定式 这是个未定式 然后如果有兴趣 我们自己回去有兴趣 你可以用刚才 诺比达法则验一下 我直接告诉你 这个东西等于一 这东西等于一 是那个自然对数 底数亿 它是一个约等于2.7的数 换句话说 这个2.7 告诉你的是什么 如果银行告诉你 我的利率是百分之百的话 你最多一年 可以拿到2.7块钱 就是明年 明年 你最多可以拿到2.7块钱 不可能比这个再高 因为这个已经是 每十米面都在计息了 你不可能比2.7再高 你只能拿到这么多钱 自然对数的底数亿 就是干这个 这个自然对数 底数亿 就是干这个 同时它叫自然对数 对吧 它叫自然对数 我们在看到很多的经济报告 金融报告里 会看到这种东西 就是比如说 我们说GDP 一般我们很少有说 中国GDP 现在是多少 8万亿还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咱们都是8千万亿 不知道 就是准确数字 一般人也不会计 我也不会去计它 但是我们都说 今年GDP的增长率是6.5 去年GDP的增长率是7 就是7% 对吧 今年是6.5 都是这么说 所以实际上 我们很多时候 说的是那个增长率 尤其在经济 金融 商业 这三大领域 经常会说增长率 而不说具体数值 为什么呢 大家想象一下 你现在 就是中国现在经常有人说 经济数据造假这件事情 经济数据造假这件事情 是比较麻烦 但是对于我们做统计的人来说 不是没办法解决 你想如果你是 比如说这是一个线 这一个线 它现在经济数据 今年为了一些政绩的问题 我多报了300万的产值上去 明年它不能把这300万给去了 我今年多报了这300万 这300万就得在这里 明年它得在这300万之上 再报它的产值 所以这300万会永远存留在 它的这个已经申报的产值里 那么确实如果按正常来说 它的这个增长线应该是这样一条增长 然后它在这个节点上 为了自己的政界 突然多报了一点 但是你增长率 不会那么突然出现巨大波动吧 后面它的增长率仍然是这样 差不多 仍然是这样上去 也就是说如果你忽视这一点的话 你这一点你不看 你把它去掉 这个我们一般叫structural break 你把这点去掉的话 你其他地方单独看增长率 你并不会受到这个虚假经济数据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GDP等等的 我们看增长率 而不看那个具体值 那个具体值里确实有水分 谁都知道它有水分 但是对于我们做统计学生来说没关系 我们看的是增长率 增长率只要你把这些 间断链给它去了 就这个structural break 你给它去掉 其他的那个增长率仍然可以几乎近似的告诉你 准确的一些进行 那么我们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以后 我们拿到的是这种excel型的数据 我们拿到这种excel型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GDP是 是是是是 8万一 我也不知道 就这么写吧 8万 然后去年是比如说 7万5千 然后再往前是6万9千 比如说是这样 比如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算增长率 你怎么算的 你第一个办法是 第一个办法是 诶 这个指标怎么回事 第一个算法是这样 第一个算法 如果你要算增长率 应该是8万 就这个8万 减去7万5 除以7万5 对吧 这个是标准算增长率的办法 第二个算增长率的办法 直接对左边这个函数取对数 直接对它取对数 底下是一样的 对左边这个函数取对数 然后呢 取完对数以后 对数相减就是增长率 那么现在它的增长率是 6.2% 对数相减就是我的增长率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看到的数据 如果你拿到的是这样一排数据 其实可能是已经取过了对数了 取完对数以后 对数相减就是我的增长率 就直接你把这两个取完对数的东西相减 就是我的增长率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为什么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吧 好吧 休息十分钟以后 回来我们写一下这个计算 我 там就好了 一会儿 照片 优优独播剧场——的 冠独播剧场——的